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尊敬的诸位同修 诸位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共修这短短的时间 再跟大家来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一起再学习 最主要的 我们能够把你们的精神 意志 能够集中在这个学习当中 我相信我们大家能够得到利益 因为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虽然这个分量很少 但是内容 制制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把你们的蜿蜒放下 把这个短短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精神 意志 集中在学习 前两天 有一位沙米尼 一个出家人 尼仲 他们疫情之前 去到处 去访问 学习 提出了一个问题 来问我 他说 看到很多地方 真正在修行的 不多 每一天 搞是非人我的 每天 都在造口业的 那个确实真的很多 而是最严重的 那个分别心 非常严重 为什么在一个寺庙里面 会出现这个问题 错在哪里呢 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这么重 当然了 如果分别心都没有了 你就成佛了嘛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人为什么会有分别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有分别心啊 用简单来讲话 我们呢 这个大成经里面不是有讲吗 只要你能够把妄想 分别执着 能够放下 你就成佛了 而且分别心是最难的 那 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 很简单 其实这个道理 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如果你去思维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分别心从哪里来的 什么原因呢 心量小吗 很简单吗 你的心量很小 心胸狭窄 才会出现跟人家对立 还有分别心 才会出现 对事 对人 对物 会产生的计较 所以分别心很难修 修难在哪里 我们自己自己本身都没有去觉悟到 这个事情很简单 心量太狭窄了 每一件事看到每一次的处事待人觉悟 几乎都是跟人家计较 所以你要修分别心 不分别心 你首先把你的心量 进入跟大海一样 所谓的 量作杀戒吗 你的心一定要像跟阿弥陀佛一样那样 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 你能够这样的分析 来对自己的修行 你会进步很快 再加上我们没有老是在旁边的指点 今天如果你像米勒菩萨那种度量 量大福大 那事情就很简单了 所以以前我的老师 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 他说你的心像什么 像这个拳头这么大小 如果你今天要成大事 你想要成就 你每一件事情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把这些事情 全部容纳在你的心里面 你会很难受的 你会很辛苦的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跟大海一样 你才能够有很大的成就 老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我们在外面 或者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有时候做一些服务 做一些事情 我们会遇到很多 让我们很难受 所以人家问我 常常讲别人的坏话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人 如果他不是有问题 他不会这样的 批评啊 说人家的坏话 这些种种的 只是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修养有问题 德行有问题 有修养的人 他会每天讲人家的坏话吗 想要控制别人吗 不会的 所以有修跟没有修有区别 所以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 你的信量要跟大海一样 遇到什么事情 才不会很辛苦 要不然啊 你的心像那个拳头这么大小 走到哪里 这个你也要 这个你也计较 这个你也对立 你说你辛苦不辛苦啊 很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 特别是念佛法门 常常常跟大家提醒 你的心 一定跟阿弥陀佛要一样 你的行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 你的愿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同愿 所以为什么中风果施在三十七念里面 告诉我们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你 让我们指定下来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很多 在修行当中 有时候出现这些很多问题 我们又没有老是在旁边的指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你要开智慧 你首先一定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下面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文法很重要 所以从今天开始 走到哪里 你要把你的心量 就如同大海一样 像这个大地一样 你看这个大地 人家怎么对待它 它从来没有跟你说不 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 以地这个名 来取这个名字 就是说他的心量 他的怨心 才会出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地狱不空 事不成活 所以以前我问过我的老师 我说师父 你以后百年后 要去哪里 西方挤了世界 没有我的份 第一都是我的份 哇 师父 你这个怨 你这个不得了 什么意思 我这个什么意思 你慢慢就了解了 意思是说 他的心就是在众生 就是说 我的心死死苛刻的 就是见来以众生为本 你想一想那种新良 所以人家到现在长寿健康 你看我们师父上来不是一样吗 所以斤斤计较的人 你看几乎第一个福报损失了 第二短命 真的 如果不是短命的话 长寿很多病 而且障碍很多 现在看还没看得出来 时间未了 时间到了时候 你就明白了 所以心量要到 心量大的人 业障就消了 那心量狭窄的人 业障就来了 这个也未修的人 就不一样 所以要懂得要修 这个简单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是一个 比重的出家人 刚刚出家大概四年 到现在他不想受比丘尼界 他还在要学习 还没资格 所以 全虚 这个简单 跟大家做一个 介绍 分析 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做一个 我们自己的 学习的参考 那就看个人 这个是我 以个人的修学 来跟大家分享 量大福大 我们做三十七年 量周沙街 回到家里 看到一切人 看到一切物 他就是阿弥陀佛 你把这个信量扩大了 事情容易办 哪怕是有时候心里难受 但是没关系 我相信 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种 志在 解脱 好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 佛的藏水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以十六位大弟子 以代表 今天要介绍的呢 第九位 大家如果 如果脚痠 可以放 不要太严肃 太严肃 我也是不好意思 放松一点 这个叫做放松 这个放松一下 大家 学习佛法 现在不一样了 那第九位是谁呢 阿难陀佛 阿难陀佛 阿难陀佛尊者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在这个释迦族里面 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呢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啊 是唐兄弟 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可以说啊 非常的密切 好 后来呢 阿难出家 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来服务 来照顾啊 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日常的起居 所以什么样的事情 每日的生活种种的 就是阿难尊者在管理的 所以一般讲的叫做秘书 现代化了 这个 所以阿难尊者的福报真的很大 你看 能够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出家从头一天到佛入涅槃 一生从来不离开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 他就跟着到哪里 所以你看 那福报很大 那佛 不是一般菩萨 五量节以来所修学的 在印度释迦成佛 所以啊 做释迦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有很大的福报 第一个 那阿难尊者的最大的福报是什么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最大的福报 如果今天没有阿难尊者 你看 今天我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 你说有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 而阿难的这个福报 来贡献给我们一切众生 分享 所以没有福报很大的人 没有很有能力的人 要做佛的释者 那个很难 我以前啊 认识了我们老和尚 我一直很想 要动这个妄念 这个念头 我很想做我们师父的释者 一直一直动这个念头 知道吗 后来在台南啊 这个机会来了 但是后来啊 还是没有福报 很想 我不是因为要跟他去到处跑 不是 因为我很想学习 有在老师旁边 你看 特别是修这个净土 有什么事情 我们会请教老师 老师在旁边的教导 我们进步很快啊 但是没有这个福报 真的 没有这个福报 哦 连我的老师在山上的 那个94岁的 我想做他的释者 他也不肯 他喜欢 习惯一个人生活了 他不习惯有释者 他真的 他一个人真的很简单 日中一时 一天只有吃一餐 自己处理 所以没有这个福报 这个阿南尊者 真的有这个福报 所以啊 一生照顾释迦摩尼佛 那在这个地方啊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 提出了一个公案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波 释迦摩尼佛的波那个很重的 又很大 如果没有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啊 很辛苦啊 你看每天释迦摩尼佛要出去脱波 好远 要走一趟路好远 出去又回来 你说如果没有力气大的人 行吗 很难 阿南尊者的力气很大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的波很大又很重呢 为什么 他波空的哦 很重哦 释迦摩尼佛的波很重啊 像我的波 我有自己出家人的波啊 只是这边没有机会用得到而已啊 我在印尼也用得到啊 每天释迦用那个波吃的 我们出家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波 那释迦摩尼佛这个波从哪里来的 听说啊 这个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 这个有一次释迦摩尼佛成佛啊 要出去脱波 但是没有波 而这个被四天王就是我们讲的四大天王 知道了 所以四大天王啊 每一个天王啊 东方天王西方天王 每个人哪一个波 到释迦摩尼佛的住宿 想要供养 但是释迦摩尼佛要平等啊 如果今天他接受东方的波 西方天主会不高兴 如果接受西方的 北方天主会不高兴 那怎么办啊 把这个四个波 用那个这个神力啊 释迦摩尼佛用神力把它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 虽然他天主在天界 但是那种执着的心态还有 所以释迦摩尼佛为了平等 把这个四个波 连在一起 所以那个波很重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的那个波小小的 又轻 虽然不是轻啊 但是拿起来是蛮重的 但是像释迦摩尼佛那个很重 不是一般人能够能够做得了 其实一次出门好远 那阿难自己本身 有这个能力力气大 所以每天拿着这个释迦摩尼佛 出气多波 还有这个能力你想一想 二十几年下来 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以后呢 我可以在这边试试看 这个波出来 看看谁要来供养啊这样 这个蛮有趣的 我们雪梨金中邪有没有遇到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 有为我们说明 一个人能够短期出家 或者他出家 一天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雪梨金中邪会可以来办 七天十天短期出家 女众不用剃头 男众可以剃头的 受这个沙米里每天讲课听经 念佛 以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这一部经为主 师父本来他们疫情之前 师父的道场要办这个 给大人的 没想到疫情来了 因缘没有去除 以后我们这边有因缘可以办 还是以念佛为主 七天十天很快就过了 你想想一天 功德也有多大 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非常难得 这个就是阿难尊者 做这个释迦摩尼佛的侍者 那现在我来介绍 阿难尊者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 阿难的名字 它原本是古印度化 那翻成中文阿难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庆喜 庆祝的庆 欢喜的喜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释迦摩尼佛成道日的那一天 而这个成道日呢 这个信息传到他的家属 到这个皇宫来 释迦摩尼佛已经成佛了 正好阿难出神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大家取它叫做阿难 意思就是庆喜 后来出家 所以我们中国啊 有宗教有分为十大派 在中国 除了禅宗啊 这些十大派宗教 叫做称为什么 教下 教下的出主的祖宗是谁 那是阿难尊者啊 所以在佛法 在佛这个弟子当中 阿难尊者是表法什么 教下 所以你看那些南传的佛堂 叫泰国 或者我师父的一些道场 释迦摩尼佛旁边 就是谁 阿难跟谁 家世尊者 阿难代表什么 教下 家世代表什么 禅宗 戒律 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有表法的 阿难呢 就是这个表法 简单来为大家介绍 这个阿难的名字 怎么取得来头 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 我们懂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堂兄弟里面 他是年纪是最最老的 就是说老大 那阿难尊者呢 是排最大的 最最 最 第几的呢 最小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 他的年纪 他的年纪 年纪 相差几岁呢 二十岁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度他出家的时候 阿难尊者提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对 阿说释迦牟尼佛 你曾经所讲的这些的经典 我没有听过的 求佛陀重复再讲一遍 佛陀答应 我出家 这释迦牟尼佛答应他 好 我答应你 我有时间慢慢为你说 所以阿难尊者在佛弟子当中 听佛讲经最圆满的 最完整的 就是他 没有一个 比阿难尊者 因为佛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 所以在佛弟子当中 大家称为他什么 多文第一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什么叫做多文第一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所以 这一段我们一定会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跟大家 简单的说明 那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阿难尊者 他的特别的专长是什么呢 而且 刚好跟周利盘特 一百六十五度 一百六十五度 相反的啊 大家都知道周利盘特的追忆力很差 哦 那个 下下跟的 一笨啊 很笨的那种 刚好相反跟阿难尊者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阿难的头脑啊很棒耶 很好 而且他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 在佛弟子当中是排第一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佛讲经他听一遍 永远 永远俱住 一个字也不落掉 释迦牟尼佛怎么讲 他就怎么记录 一字也不落掉 不争也不减 你想一想 这个脑像什么 像电脑录音机一样啊 天底下有这种天才耶 有时候电脑会有点 有点那种 有时候有问题 有故障啊 这个阿难尊者不会哦 一句都不落掉 像师父现在讲的这些 所录起来的 录起来里面跟师父所讲的 一模一样 不争也不减 阿难尊者的脑就是这个样 所以 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修的 你想一想 这个不是普通人耶 我们每一天听了几十遍 不但也记不起来 常常忘记 不要说别人啊 听经了 有时候你看我们年龄越来越大 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帅 你说呢 所以 有一些很重要的事 不能记起来 写起来 不然的话 我的户障 户口里面的事要多少也不知道 密买多少也不知道 你说呢 所以 师父常常遇到一些 我们这个俱事 人都还没走 开始写遗嘱 这个财产给谁 这个财产给谁 有时候到我的寺庙 因为师父很开放 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来找师父 我很容易 所以师父呢 这个 礼拜天礼拜六 或者其他的时间 很多人有时候来找师父 有时候来问问一些佛法 所以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知道 礼拜一是师父的 礼拜天的时间 就是礼拜一师父 不想跟人家见面 准备很重要的事 喜欢做自己的事 除了礼拜一 师父时间都是很多 常常跟这些人 老师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护法 一些 谈谈一些佛法 有些巨师啊 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遗述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 你们啊 怎么提 是你们的事 但是师父那一份 你们不要忘记 这个厚脸皮啊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有开玩笑啦 说需要 需要一些 放松一点 说啊 这个啊 懂得布施是好 你今生留下这些 就是你的福报 那是 你也要为你将来 铺路 虽然你只是行善 人天福报 不到想到西方籍的世界 但是这个布施对你来说 也很重要 为什么 这个布施出去 将来会有利息 而且将来都是你的 几分啊 供养 交代给自己的儿女 几分啊 你自己要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也不一定到道场 看哪些人需要 老人院啊 孤儿院啊 哪些人病人 需要的 你去供养 帮助那些人需要的 这些就是你的 所以才有懂得用 你不要一直在挤在里面 死也带不走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那以后啊 谁来为你花呢 如果你的儿女孝顺的话 也不错 为你修复 那儿女不孝顺怎么办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 布施供养 真的 所以啊 有这个机会 所以新加坡 昨天有一位居士 他说要办这个佛衣 租一个地方 大概一千两百块的新币 我说有没有人供养 现在还没 给我机会来供养吧 一千两百 好 我来供养 看看啊 我的钱包还有多少 这个里面还有 供养出去 给一百多个人 能够聚会在里面念佛 好事啊 能够减少给别人的这个压力 也是好事啊 看你的能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都是一样的 都是布施 哦 因为我们所讲的万般 将不去 唯有 对啊 所以 能够带得走的分秒必争 带不走的尽量放下 那但是呢 不管你的头脑好 还是头脑笨 我们老师父讲 我们师父上 只要你信心精进老实听话 依教奉行 你都会有成就的 而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听话 这个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会有成就的 我们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讲 什么叫做听话 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教你放下的意思 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出现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我们很多事情放不下 舍不得 看不破 以为这个身是我的 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 以为这些全部都是我的 其实啊 哪一件东西是你的 没有 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 何况外面这些身外之物 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这个是我的 你一定要听我的 哪一件是你的 连这个道场也不是你的 所以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 给自己压力辛苦 所以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的根源在哪里 在哪里 执着啊 六道轮回的根就是因为你有执着 为什么有一些人道三二道去 有些人道三三道去 执着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你要懂的叫做老实听话 而老实听话建立在哪里 你能不能放得下 你看那个龙女 几岁成佛 八岁啊 在法华经有一品叫做提婆品 有为我们说明出来啊 他是怎么成佛的 他是怎么成佛的 在老实 就是文殊斯利菩萨的倒下 就是他的教导 而文殊斯利菩萨在龙宫 你想一想 龙是畜生道 只是福报比我们好 在龙宫听文殊斯利菩萨讲经 听了之后马上觉悟 明白了 觉悟了哦 明白了 什么觉悟什么明白 就是把行门立刻成就了 他为什么会明白 什么叫做行门 行门是什么 这个佛教用词 你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行门是什么 行门的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放下的意思 他听经听明白了 文殊斯利菩萨怎么说 他听话老实放下 他立刻做到了 所以大成经里面跟我讲 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 而能够放下 你就是成佛了 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问题现在我们比什么样的人 都放不下 关键就是在这里 障碍就是在这里 眼睛看到的 有没有放下 没有 看到的都是落印象 而这个印象将来变成了我们的障碍 耳朵所接触的 也是落印象 执着 分别 妄想 你看通通都去除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念佛 一万当中念佛的人 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往生西方世界 不是因为祖师大德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自己关键 太多东西放不下 没办法呀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那个华眼睛莫获 你们有看到谁 善才嘛 善才一生圆正无上菩提 就是成佛 而他得这个根本智在哪里 在哪里得根本智 文书斯利菩萨 根本智的意思是什么 根本智啊 根本智的意思就是得清净心 容易懂 他得到清净心 在这个文书斯利菩萨的教会 他为什么会得到清净心 看后放下 所以 有很多事我们学佛的人 不懂 怎么修 所以修了一辈子 就是这个样子 像昨天 有一位居士来找我 我讲很多他修行的心得的报告 但是我告诉他 不要浊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都是假的 善恶也都是假的 不要去执着这些 你的境界就提升 所以从这个地方 在佛法里面说 无论你是上根立志 下下根的 只要你真正修行 真正好好的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特别是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会成就 你要相信 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相信的 只要你真的 你真正认真 只要你真的想要 超越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只要真的落实清化 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 师父 念佛很难 难在哪里呢 念佛难吗 为什么这么难得到 这个利益呢 难在哪里 我们很多人 难在哪里 难在持久 他常常断续 一天念佛两天修起 两天念佛一个星期前降 你说呢 像大师之菩萨原通章里面不是讲吗 什么叫做 敬念相续 不假方便 智德行开 敬念相续 我们常常断续 这一句名号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你会断续呢 因为你对这句名号没有信心 所以没办法持久 念佛是一步一步的累积 我们不是上上根的人 我们是下下的 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累积下来 在念佛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境界 很正常 那持久不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异心 所以啊 异心其实不难 难在你自己没办法钻 你没有把这句阿弥陀佛放在你的心上 像比如说 你们心在这里 人在这里 心有没有在这里 到处乱跑 你不相信吗 你想一想 你一只香 你去看看你的念头 妄念 动念这个有多少 人在这里啊 心跑到哪里去了 有一些更严重的 比如说法师敲地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跑回来 结束了 结束了 很多人有这种的事情 我等于想到 哎呀 外面的工作他没做完 这个要处理这个处理那个 所以没办法呀 像我以前刚刚到台南 我遇到两位老菩萨 我说老菩萨 念佛怎么样 很好很好 累不累 不累不累 这么厉害喔 我说你在念佛的时候 是坐着还是盼腿 他说坐着 你坐着舒服吗 舒服啊 有没有睡觉 有啊 有啊 念着念着睡着了 难怪他说念佛很舒服 原来他是来睡觉的 你看 人家地中解数了 再起来 解数了 念佛了 阿西阿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迟到 其实念佛不能 你要学专心 学专才能够达到异心 所以你看那个周立盘德 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专心 把他的精神意志 集中在少把 集中在少地 那我们今天的更新比较好 你能够把你的精神意志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 当要念佛的时候 万元放下 念头起来不要管他 只要你把他抓回来 专注在这句阿弥陀佛 你知道就好 这个念头又起来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不要管他 你越管他 他又起了一个执着 起来的时候 你就把他拉回来 专注 所以师父在念佛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拿着念注 学人我没有跟着念注你 但是起头念头来的时候 嗯 我在念佛 有时候跟他讲 我们商量一下 我知道你现在到处要跑 因为我们习惯了嘛 这个念头习惯了 到处跑 但是现在我万元放下 半个钟头 我就半个钟头万元放下 专注在这句阿弥陀佛 把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 你耐心一点 我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样过通啊 感觉不臭 不用去理他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所以念佛其实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自己 所以老和尚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两种人念佛的人很浓一成就 哪两种人呢 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 我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两种人呢 念佛最容易成就的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六时吉祥老实念佛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